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熊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讲思想 一谈到思想 人们会想到几种语境 比如毛毛思想 细胞的思想 随着随着有思想 随着随着思想有问题 思想是听起来高大上 然而我们人人都有的东西 好像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命习惯 生命方式 现在科学认为 人的大脑每秒超过十万次的化学反应 那是人的思想 但是人和人的区别那太大了 思想的差异但真是天壤之别 我们都回来这个世界上 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的差别 主要是思想上的差别 我不想把人类看作那种冰冷的蛋白质 我们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跟大家聊一聊思与想 我们就用中国的道家的文化的角度 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可能和你平时的认知有些不一样 思这个字 繁体字写作思 心在上面加一个烟囱的葱 心里面发出往外通气的这种管道 葱门在脑门这 是婴儿大脑发育 完成最后闭合的地方 代表这个大脑 道家认为 脑为先天的元神之父 心为后天的石神之父 所以思这个字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脑 一个是心 几乎涵盖了人的所有的意识形态 心理活动 是先天本能与后天意识的结合的统一 仅次于物的这个层次 顺便说一下 这个繁体字的思 是把心灵和大脑 跟天上的神灵像烟囱一样接通上 简体字这个丝呢 就是给它们加个盖子 变成了田 就是把心灵的烟囱给堵起来 想的不是神灵和人的关系 想的是那块田 那块地 田地嘛 是吃的和房子的意思 由这个字引发出来的聪明的聪字 繁体字是耳朵听到的 然后由心灵出发 经头脑判断 得到神灵的感应 这就叫聪明 简体字的聪明呢 是把思字这个原意去掉 变成了一个种字 就是耳朵听到都是老总的话 是总司令 总设计师的话 这就是聪明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现在中国使用这套简体字 完全割断了神传文化的内涵 让这些字呢 失去了原本的意思 中国古书啊 灵书本身说啊 心之所义 为之义 义之所存 为之智 因智存变 为之思 因思远目 为之律 因律而处物 为之智 意思是说啊 心理活动形成了义 保存的义 就是记忆 叫做智 根据记忆 进行变空的思虑 就是思 基于思考 对将来预测期待 就是律 对虚幻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进行抽象的思维 这就是智 这里面就是由生理到心理 对人世间认知的 整个过程的 这种文字的描述 举个例子来讲啊 当人的手碰到火的时候 很快就抽回来了 为什么呢 这种本能的反应是无意识的 不经过思考的 这就被称之为觉 感觉的觉 有了被火烫的经历以后呢 记住了这种感觉或认识 形成了记忆 这就叫做智 根据记忆 以后就会远远躲开火 害怕火 这就是识 识别的识 自己没被火烫过 但是看到类似的场面 或者别人告诉了类似的经验 这就是知 知道的知 掌握知的方法就是学 实践所学的知识 这就是习 练习的习 大多数动物啊 都会发展到这个层面 但是人类的优秀 和作为万物之灵的伟大 在于心有所意 因智从变 也就是说 在觉 知 知 实 的基础上 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变通 形成了意识和思想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思 就火而言啊 人类通过思考 知道它的厉害 不仅不再怕火 反而学会了钻木取火 用火取暖 用火去烧烤食物 治疗疾病 阻止吓唬野兽 这就是人类思想的 伟大之所在 思啊 有时候也代表 本能和欲望 素问里说 十日太阴病衰 腹减如故 则思饮食 意思是说 发烧十天以后 寒气在足太阴 脾经逐渐衰减 腹部不像原来那么胀了 就有了食欲 想吃东西了 素问 《伟论》篇中还说 思想无穷 所愿不得 一阴于外 入防太甚 中筋持重 发为筋尾 为白银 这里说的是心幻想 不招边际 无穷无尽的欲望想法 无法实现满足 因为后天的意识 过于急迫强烈 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 保暖思云欲的这个现象 这就是人饿了 就想吃东西 这是一种生理本能 一旦吃饱了 就想拿女之事 这也是一种生理本能 这里就是被生理的欲望 所带动而产生的 不是被灵魂带动所产生的 例如我们常说 说我爱上了一个女孩 我们会说 我对这个女孩动了心 你这表示的是真爱 如果你说我对这个女孩动了心思 动了脑筋 那我们理解起来就一定是 你是要做坏事 所以啊 这个爱情呢 它不是想出来的 不是撕出来的 是灵魂感应过来的 其实对我们艺术作品的理解也是这样 艺术作品承载的呢 它不能是观念的想法 它不是观念 它承载的一定是你灵魂深处的共鸣 你就会觉得啊 这个作品好 有些现代艺术呢 你看啊 它画的其实是他个人的观念 是思考出来的 现代艺术家每天挖空心思 憋想法 其实是不对的 画完了之后呢 别人还看不懂 不理解 你必须要解释给别人听 因为是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这样的观念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古人是这么创作的 说学艺术是学什么呢 学的是基本功 是学 俗能生巧 巧能成精 精耳通神 这就是这个艺术这种的修炼方法 而不是天天在人里憋想法 当你达到了不思考的境界 其实你就能感受到天地那种意志的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中有很多有灵感的人啊 我们甚至说有些人有通灵体制吧 往往这样的人 其实他本身是没有太多的个人的想法 这个想法不是没有组建 而是没有过多的那种思虑 另外呢 思是七情之一 叫喜怒哀乐悲恐惊病列 属于这个人之常情 激烈和过度的情绪变化 会影响心脏的功能 进而影响脏腹 素问说呀 思伤疲 思则气节 意思就是说 过度的思考问题 用心或者用脑过度 就会使气机受阻 影响消化或吸收功能 有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 看书啊 读报啊 讨论思考问题啊 最终就导致消化不良 这种事情大有人在 这就叫做因思伤痞 很多人这个吃完饭就觉得特别困 非想睡觉 其实呢 就是思虑与脾胃之间 这个气血产生了矛盾 导致了身体故此失必 而有的人呢 吃得过饱 饮食过量 脑满肠肥 也就没有心思去研究思考问题 这就是因食伤思 人要想保持这种旺盛的斗志 和这种求知欲 一般情况下建议就是说 吃七八分饱 留着这么一点饿的感觉为好 灵书本神里说 触替思虑者则伤神 神伤则恐惧 流淫而不止 就是说 人因为过度害怕 出现了心慌啊 心跳啊 加上思虑过重啊 最后伤神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吓得这个大小便失禁 生活中有些人他思虑过重啊 他总是这个疑心病 就是这个意思 在更深的这个感情层面上 思表现为相思 牵挂 惦念 严重的呢就是相思病 这其实是后天意识与先天这种这个情欲 二者共同的作用 但是呢 后天的观念和意识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 其实并不一定是你先天的本真 但是呢就会伤害到你的神志 伤害到你的身体 也就是所谓的勾魂 所以就失恋的人被称为失魂落魄 但是现在的医学好像并不重视这一点啊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都熟知的小故事 说九居深山的小和尚和老和尚进城 结果呢 小和尚看见河边有个女人在洗衣服 就询问老和尚说 说那是个什么东西 这老和尚怕这个小和尚想多太多呀 就吓唬他 说那是吃人的老虎 晚上回到深山的寺院 小和尚就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和尚问他说你怎么了 小和尚说我想那个老虎了 女人触动的小和尚是先天的本能 是元神 而老和尚灌输给小和尚的呢 是后天的思想意识 这个两者呀 如果矛盾了 对立了 人就会产生这种迷惑和痛苦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人生一世啊 不可能让思想完全顺应先天的本能 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样的话就像动物一样 我在加拿大啊 看过那种这个三文鱼回流 逆流而上为回游产卵 舍生忘死百折不挠 牺牲自身为后代提供营养 动物界还有这种熊螳螂啊 交配后就被雌螳螂啃食 这就是这种动物性 你要一定用人的观念和情操来理解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触目惊心 如果人也是不断地顺应这种天性 比方说种酒啊种欲啊酗酒啊滥用药物啊 这些就完全就顺活了自己身体的本能 但是却耗散了真气真经 泯灭了你的神明 缩短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个时候呢 人就需要理性冷静的思想 就显得很重要了 思呢 思是不急物动词 想是一个急物动词 思呢是自己思想 也是考虑自己的事 想呢是相思 是他故 就是说是考虑自身以外的事物 所以习惯上说 我想你 不能说我思你 说我自思 不能说我自想 《黄帝内经》说呀 高下不相目 就是有思无想的境界 不相干 不攀比 也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人类呢 同时也不能无限度地滋生扩张自己的思想 压抑本性 违背自然 违背人生之道 更不用说那些基于错觉呀幻觉呀 形成的伪知是形成的那种思想和观念 就会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灾难 你比方说马克思主义吧 他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刚 阶级的仇恨 这并不是人先天本能的东西 但是马克思呢 他拿出一些理论来 告诉你说世界是这样的 地主啊 资本家呀 怎么剥削你啊 怎么虐待你啊 这样你就形成了一种观念 你就认为天地间人与人之间 都是那种竞争和掠夺 而不是合作 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 甚至产生被害妄想症 比如说吧 有些人他一辈子没去过美国和日本 一辈子也没接触过美国和日本人 但是一提起来 他就恨在眼儿怯齿 我们砸日本车去 这些并不是他自己真正的思想 而是后天的观念 给他造成的这种思想 但是因为这种行为呢 造成的伤害呢 确实是他自己做的 这就是他后天的思想影响了他 不仅仅是这些呀 还有那些对那种名利的追逐啊 对名牌包啊 名车啊 名表啊 房啊 这些攀比等等 都非自于天天的本性 而是后天被灌输的这种竞争和虚荣 老子曾经说过 不上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祸 使民不为道 不可见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志 虚其心 实其辅 若其志 强其鼓 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知之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如果社会上没有公为有才华的人 就不会导致老百姓互相争 如果珍贵的东西 大家都认为它不珍贵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偷窃的人 不险要引起贪心的事物 就不会导致这种民心迷乱 所以圣人的治理原则就是 要使人民都虚心待人 使人民衣食聪颖 使人民没有野心 使人民身体强健 全民都形成了一种谦虚谨慎 不出风头 安居乐业的这种 不畏欲和难田的风尚 即使其中有个别的聪明人 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圣人呢 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事情 办事情呢 顺应自然 这样社会就不会不太平了 这里的无为呀 是有特定的含义 不是无所作为 无为呢 是为无为则无不智 就是说 你的行为达到了无为的境界 天下就没有你管制不了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说啊 老子 他是一种无为 求一种有为的方式 用无为的方式 达到一种有为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啊 汉高祖刘邦进入秦国都城 咸阳以后 废除了秦国的残酷的法律 仅约法三章 作为这个临时法律 封府库 秋毫无犯的退军霸上 就立刻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公元前206年 话说刘邦率领大军 攻入关宗 到达离秦都 咸阳只有几十公里的坝上 秦朝就向刘邦投降 刘邦进了咸阳以后啊 本来就想住在这种豪华的这个王宫里 心想哎呀这下我也是当上了皇帝了 但他的心腹呢 樊快和张良就告诉他 别这样做 免得失掉人心 刘邦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下令这个封闭汪宫 并留下了少数士兵保护汪宫和 藏有大量财产的这种库房 随即呢还军罢上 大兵又退回来了 为了取得民心 刘邦就把这个关宗呢 各县父老豪杰召结起来 郑州呢向他们宣布 说秦朝的言行科法 把宗位害惨了 今天呢我全部都废除 现在我和宗位呢约定 不论是谁 只要遵守这三条法律就行了 这就是约法三章 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 伤人者要抵罪 盗窃者要被判刑 这父老豪杰们都表示啊 这太简单了 拥护这个约法三章 接着刘邦呢 又派出大批人员 到各乡各县去宣传这种 约法三章这个事情 百姓们听了之后啊 都非常欢迎 表示拥护 纷纷地取了这种 牛羊啊九十啊 来慰劳这个刘邦的军队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拿 萧和拿走了秦国的法典 他要认真研究秦国的法律 以便决定今后的治国防律 大家知道这个秦国啊 是采用这个法家思想 秦国的法律啊 完善到每亩田地 吃多少肥下多少种 严酷到饲养羹牛的人 羹牛这个腰围要减一寸 就要打多少批鞭 到了这么严格的程度 人民呢有如惊弓之鸟 这烧不留神就触犯了法律 就受到了灭顶之灾 所以陈胜吴广起义的起义军呢 就全部都是犯人 因为法律已经让他们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人民连生存都成问题了 那爱国这个思想更是从何谈起啊 萧和最终采用了这个老子这种 无为而至的自国防律 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 这就是文景之志 中国的经济相当于当时世界经济的总和 苦腹里的粮食多的都发了霉 窜前的绳子都腐烂了 京城里就连打惊的老头 每天都能喝上二三两小酒 出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 老子的这套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思想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非常深远 意义非常重大 素问中提到了一个理想的做人的境界 那就是先天本能的欲望 和后天的意识思想 能够完美统一的结合 也就是圣人的境界 书中说啊 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 从八风之理 事奢欲于世俗之间 无归尘之心 行不欲离于事 被服装 举不欲观于俗 外不劳行于事 内无思想之患 以天淡为物 以自得为功 形体不弊 精神不散 亦可依百数 大致是什么意思啊 这话读起来太拗口 就是比起出离世俗的真人和智人而言 圣人不仅应该顺应天地的变化 与自然和谐共处 而且呢 入世随俗 和普通大众和谐共处 不愤世忌俗 不标心利益 无论你是存着打扮啊 你还是行为举止啊 都随着自己的心愿 也让别人看着舒服 外面没有加班加点 点灯遨游的工作 内心呢 没有什么想不通 整不明白的思想 过得平平淡淡 坦然从容的生活 能自得其乐 用不着求别人 形体身躯功能健全 不惭不缺 不为不废 这样的人生啊 活个二三百年 应该没有问题 今天呢 这个思想啊 散弹就是这样子 可以展开的还有很多 我们只是抛砖引玉吧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大群的频道 谢谢大家